庆祝成立十周年活动上 这群傅宣姐妹们还发挥巧思 制作了欢迎拱门及海报 一起欢迎各地前来庆祝的伙伴们 南投县消防局特地赠送每位姐妹 一个可爱的消防宝宝公仔及切蛋糕庆生 小队长曾启元 感谢有这群傅宣姐妹们协助加护访市 对降低火灾是非常有帮助的 房前姐妹她们非常的辛劳 有时候出去宣导被人家拒绝于门外 被误会是推销人员或者被人家作骂 但是她们都一一的忍耐的下来 把她们防火知事宣导给社会当中知道 降低火灾 尤其是我们消防工作在人力上不足上 非常需要她们姐妹她们的帮忙跟协助 妇女防火宣导分队分队长谢玉芝 提到有时做家访宣导时被人拒访 姐妹们总会很用心的沟通到对方接受 过程虽然辛苦 但能为社会付出是很快乐的事情 阿娃桑也会祭房 那我们就用心的把我们的工作 讲给她理解 觉得是加入宣导的工作 有时候是很辛苦 很冷的时候也要出去 平常我们也有到学校 还是社区 为我们的社会付出 是做公益 大家都是很用心的 游宏达议员也是松柏林妇女防火宣导分队顾问团的团长 他肯定副宣队发挥了很大的功能 他并祝福所有的副宣队姐妹们 十周年庆健康快乐 可以说我们十周年了 我们的防线大队 在这我们松柏林消防分队成立以来 发挥到很大的功能 尤其我们这一支分队长 签对到我们的业务 和到我们的防线的加护仿式 包括到我们所有的防线大队的选择 可以说发挥到年龄尽致 我们今天十周年去 红达直接来祝福外国 所有的防线大队 我们的这些 兄弟姐妹 大家都可以健康快乐 由红达议员肯定这群妇女防火宣导分队 在防火防灾工作上的贡献 无形中减少了很多灾害的发生 记者王水仙民间相采访报道